大家好 今集音乐读书会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本《港岳五十诗》 由萧树胜所撰写 萧树胜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前台长 之前他在香港管营乐团任职过一段时间 所以由他写这本书是非常适合的 而这本书也是配合今年 香港管营乐团职业化五十周年 所推出的一本书籍 亦是继三十周年和四十周年之后另一本的纪念书籍 不过跟之前的两本很不同 之前的两本主要是说香港管营乐团的历史发展 这本书更多是与香港管营乐团相关的有趣故事 在《新书法报》中萧树胜也分享过 他觉得虽然他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 但工作上他会形容他自己的compound不同的故事 在一起 为了这本书 他其实除了做很多不同的资料搜集之外 他亦是访问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包括不同的音乐家 艺团的行政人员 学者 或者资深的恶迷 在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 他将一边的故事插录成书 组成了他所形容的五十道菜 里面有主菜也有配菜 虽然这本书内容比较凌乱散乱 但读下去没有很沉重的历史感 读下去是非常有趣的 例如一开始他是说香港管营乐团屯服的进化史 又或者在讲乐兵器库里面 他就讲讲乐所拥有的不同的乐器 又或者当就一些乐曲里面 需要一些比较冷板的乐器的时候 乐团究竟是如何处理的 又或者有一些更有趣的资料 例如现在乐团里面有多少对夫妇 这些都可以在书中找到 讲乐五十事作者罪 1978年1月31日 我校音乐社十几个会员 获邀到圣保禄学校 欣赏香港管营乐团演出 两个年代作为男校学生 进入一间旅校 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一踏中华丽的礼堂 见同学以安静座下 全场满座 而校方特别留了第一行给我们 叫人受宠若惊 当我们随随步向台前时 全场女生的目光 都投在这群十多岁的男生身上 感觉确实有点怪怪的 以前只听过香港管营乐团的名字 今天第一次跟他们接触 好好当当几十人 竟然无遮无挡地坐在我眼前 太奇妙了 但更奇妙的事还在后头 突然 一位温文如雅 举止大方的女士出现台上 以留例的英语介绍节目 在最旁边的同学纷纷烈地交投节语 香港小姐 这时我才仿然大悟 原来站在面前的 是1973年香港小姐桂军 刘慧德 除了女校男生 及偶遇港姐的经历外 当时的演奏怎样 我以印象蒙糊 只记得约有五首曲 其中一首是一边奏 一边由刘慧德旁白 可能是布列顿的青少年管仪乐队指南霸 在全英语的节目表上有 Dance of the Yow People 亦是当天我唯一认识的乐曲 因为二哥当时正学吹丹黄管 常在家中练者 搖组舞曲 当日的指挥是谁 可惜我仍未能够找到相关资料 不得而知 不过那个乐柜 试任总指挥及音乐总教蒙马 常常带队对学校演出 可能我曾一倒他的风采也说不定 今天回望 有几件事当日想也有想过 四年后 我已深深爱上古典音乐 并成为乐团的忠实观众 经常选择坐在大会堂音乐厅 第一行中间位置 不过部分原因是怀旧 也是因为那里的票价最便宜 有一次乐团第一副团长顾品德 跟向台下的熟客打招呼 令我觉得仿佛已成为港岳的一部分 十年后 那不再只是一种感觉 碩士毕业后 我考进港岳 担任听众托广经理 一直为乐手热烈鼓掌的小伙子 怎成为了他们的同事 四十五年后 我有幸获邀为乐团五十周年执币 并因而有机会与刘维德做专访 千千万万乐迷都跟我一样 有自己的港岳故事 我正是想把港岳不同词分者的故事 加以整理与读者分享 让大家在怀旧的同事 对乐团管异乐 以及香港音乐发展有更多了解 五十道菜 可以怎样说这些故事呢? 我选择先定一些有长有短的分题 例如飘加、演出场地、乐团录音、 独奏独唱家、听众托广、演唱会等 接着我幻想每一个分题是一道菜 从采访、展报及旧印刷品等 所收集的资料就是大家提供的宝贵食材 我把类近的食材集中在一起 准备好就加以煎炒、煮炸、炖、炖、蒸、蒸、焗、 烹调出22度主菜 然后再叛以28度较精致的配菜 小故事或花水 加起来刚好五十 为何五十家? 虽然香港管异乐团在1974年转为职业 但当时的讲乐除聘请了一些新团员外 大部分是旧乐手 把时钟拨前 香港管异乐团的名字是1957年注册的 逆迹事说 从1957年至1974年到17年间 我们已有一对以香港命名的业余西人乐团 把时钟再拨前 重应乐团在1947年成立 1948年举行第一场管异乐音乐会 业余的香港管异乐团是由中英乐团过度来的 括弧 读者一日想了解更多 不妨网上搜寻朱振卫先生于2016年7月12日所写的 《港乐血缘报告》一文 既然港乐的根早进于1974年 括弧 甚至是1976年中英乐团的舞会中英学会成立的恋份 《我比较贪心》 《就在这今期纪念集》当中 作出50家的安排 也略略覆盖恶团转职业前那27年的点滴 《取广写心》 77年来的人事物浩如烟海 但蝙蝠有限 不得不有所取写 好选择你要尽量取广写心 分散话题 清停点水 小案时序 而碎片化之余 都希望能好好接近每个分题 同时保留一点点论述的空间 话虽如此 必须承认 可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大 想采访的对象 以及想翻译的文字资料亦增得太多 有很多遗留的增保 都无奈地忽略了 Coda 虽然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也因此感到荣幸之治 但我更因为 是因为这实在是集体创作 当中有更多 是各位前辈和达人的优美旋律 我只是略盡勉力 甚至编写成一首组曲 让大家静心欣赏 我读的是港岳五十诗 由萧树盛所撰写的 你们在一起